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供佛的事情 如果我们要把食物供养佛的话 通常我们会准备小碗的饭菜 然后放在佛像的前面 意念到佛 但是当同属奶奶在世的时候 她跟我们战老奶奶想说 能不能用禅修 就是因为这两位多正得内在的发生了 能不能以发生来净化食物 然后再去供养佛陀 在涅槃上的佛陀呢 各位 食物有细腻的部分 怎么说呢 如果哪位曾经用食物来祭拜的话 当我们拜好了 然后我们把那些食物拿来吃 你就会发现 好像那个味道有一点蛋 好像那个质味不像没有拜之前那么好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细腻的部分已经被流浪鬼吃掉了 所以不是天人吃 是流浪鬼来吃 所以有细腻的部分 但是我们两位老奶奶 她是透过已经正得了法神 来净化供佛的食物 让它变成更细腻 更细腻 在涅槃上的一切诸佛 当他们能够这样做到了之后呢 两位感到非常非常的发喜 然后他们发现 如果用什么样子的器皿供养佛陀 如果那个器皿有破的 或者有挟持的 当拿去供养佛 在涅槃上的诸佛的时候 那个器皿也是破的 也是有挟持的 所以他们两位每一次 要供佛的时候 他们都准备很精致的器皿 很精致的食物 在涅槃上的佛陀 他虽然没有再用餐了 没有吃这些食物 但是他接受就是为了当我们的福田 当两位老奶奶能够这样做到 他就跟祖师讲 祖师就会闭上眼睛 来检查正不正确 当祖师说正确的时候 从哪一天开采论 每一分佛日 เดี๋为了哪里 就一起用发生 来净化 食物 哪去供养余 在涅槃上的 祖福 在涅槃上的 让他们尽回来 解除了 全部继续 在想验 大